击打亚罗士达昨天中午发生汽车爆炸事故 车上一家三口都被烧伤 其中两父子的脸部和身体严重烧伤 目前在亚罗士达中央医院接受治疗 戈达士达县警区警长助理总监阿迈·舒克里表示 这起意外发生在昨天中午12点30分左右 受害者是年仅5岁的莫浩默菲道斯 以及54岁的图阿奥·妈尔 至于受害者的34岁妻子则是蒙受轻伤 男童的伤势最严重 脸部和身体将近95%被烧伤 父母则分别被烧伤80%和30% 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 一家三口当时乘坐宝藤威拉轿车 前往一家店铺为两个自用的呼吸氧气瓶天气 随后便启程前往如佛新山 据了解气瓶突然爆炸导致轿车起火 当局还在调查确切的照获原因 在调查确切的照获原因 在调查确切的照获原因